有瑩ką和Sundes 製作案 莫 idea 剛剛說她曾經說過 他說世界上真正會畫畫的人 是兒童 很覺得ing 不管是這種平面的畫畫 或者音樂 或者戲劇 都是從小從美感全潮的mit外 但小朋友也希望小朋友说 你参加任何画画比赛 你有没有得奖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那份创作的快乐喜业 今回的イベントは 私日本人ですけれども 台湾のすごくカラフルな絵というものを感じました やはりこの日常の生活の中で 台湾はすごくカラフルなものが多くて それを子供たちがちゃんと観察をして 絵に表現するというところが分かりました 因为儿童的作品 它有各种年齡发展的特征 尤其是从幼稚园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它每一个心理发展都不同 因此我们在评审的时候就要注意到 儿童作品它是不是表现出 它心理发展的特征 有没有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这次的作品 真的都一幅比一幅还精彩 尤其是不管他们是用传统的一个媒材 或是说加入一些复合式媒材 像是比较有创意就是加入蛋壳 或是其他不同材质的质类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个运用的部分 听心而论就是不管是哪一个族别 整体来说他们的成熟度都够 完成度也很够 然后主题的契合度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我的主角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很弱的一个主题 它其实给了很大很大的空间 我的故事主角 所以今天几乎每一幅画 都让小朋友能够充分地发展 因为小朋友是从想象开始的 他想象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今天看起来 不管是幼稚园的 低年级的 中年级的 高年级的 画作都非常的丰富 大部分我们看到小朋友创作 都可能就比较倾向于 本人性的表现 比如说色彩用很强烈 去吸引大家 这是以往是正常的 但这小朋友的话 却是用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相当柔和 色彩很淡雅 但是不失色彩的表现力 最重要是这张图很有趣在里面 它的素材很多元 这个突破了我们以前传统式的 可能是利用水彩 或是蜡笔或水墨 这些比较既定印象的素材 去表现它 但这样并没有 它可以用一些平贴方式 表示我们这几年的美术教育 慢慢走向比较一个多元性的方式 他的画作当中这副火车 还画了很多的细节 这可以表现出这个作者 他对于这个火车很热烈的喜爱 因为他画得好仔细 再来我从这副画作当中 当然最重要是故事 可是故事是什么 我从这个画作上面的这个小男生身上 看到他张大的嘴在笑 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说这幅画 好像就已经传出笑声了 让我觉得 我就好像身历其境一样 在这里面跟着这些小男生 在玩火车一样 我看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快乐 这位小朋友在构图的时候 他采取了分井的状态 甚至说他这幅画很像一个很漂亮的衣料 做条裙子的话会非常好 他是上中下高到下 但是他并不是从前景到远景 他是一个直视的角度 那么我们看到他的颜色的是非常的协调 他的笔法也相当的细腻 我特别喜欢看他画卢丝 就是各有各的神态 那他也许不一定在他的现场里面看到 而是用想象 所以这幅画本身有写实也有想象 但是又带了一点对称的图案 对称的图案 将来这个儿童的美术交易 将来这个儿童的美术交易 有赖像鲜光三月这种的 对于文化美术的非常重视的企业 能够补充这一部分的一个时间上的缺少 那么我想将来不只是我们正常学校的美术课 更希望就是很多企业界 能够把这一部分的时间来加强充实 对全国的儿童的美感教育 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多用口头的引导 让儿童他在你的引导之下 能够动脑筋去思考 而不要你那个好像说 抓起儿童那个笔来 就直接帮那个小朋友带笔 因为你一带笔 其实破坏那个儿童这个 纯真自然的这个画面 那老师只要动口就好了 不要动手 不我还是强调一点 让孩子们自由地画 自由地阅读 跟他讨论 跟他沟通 不要太多的指导 所以我都会建议 尽量让孩子去做一些创作 一方面创意的发想 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到 孩子心里真正在想些什么 可以帮助父母真正了解孩子 并且可以达到真正的陪伴孩子 其实就是像说 现在台北很多艺术的展览 或者说插画展览 或甚至是原创角色的展览 其实现在这几年越来越多 其实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带小朋友常常去看展 然后让他们那个美学 从小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那我相信会比较有助于他们 未来原创性跟创意性的发挥